我把特特先連上啊 他連上之後就會很吵 所以我們先我們就 有道理有道理 他連上之後就可以吵 就要吵 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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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超在呢 超在書房呢 後面好多書呢 沒有我在公司 公司啊 怎麼樣呀最近 各位好久不見 我跟張英特見 你們倆我都沒見到 我剛做完飯 你等我 你等我才鬧壯 立馬請你吃飯 你對你那個飯還欠我那麼久呢 最近 也是手頭比較緊 我剛做了飯 然後請我的員工吃飯 我對我員工可好了 我看你做了啥 已經好像已經吃完了吃的差不多了 我這翻轉鏡頭翻轉不了了 這是你做的還是你點的呀 請問我做的 旁邊不是有點的外賣嗎 我點了外賣也做了 就做了一道點了五道對吧 點了兩道 你做菜你不叫做了一道涼菜 然後點了五道熱菜 大哥這也是大菜我跟你說 哥做的是大菜 我看看哥看看你的大菜 不行已經吃的完了 我下次給你們做啊 行 好 我們回去倒一倒 解個足夥 我們回歸一下主題 回歸一下主題 今天我們是秋日限定的 最後一場直播 然後呢 我因為接到了MC的任務 所以我其實要來問大家幾個問題 這幾個問題呢 是發生在我們錄最好的舞臺 之間的一些問題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答案 然後我也剛拿到問題 我現在來問一下看誰能打出來啊 第一道題 林超是第幾個進入宿舍的 在宿舍 三個 第一個打招呼的人是誰 那這事 這個問題我不能答 反正我也不知道 第三個 第三不是第三個 我記得 那第一個 第二個第二個 我是第一個 第二個第二個 我說了那我說對了 第二個 那你第一個打招呼的人是誰 胡俊陽 不對 對 當心的 你忘了你們都是後一波 哦哦哦哦 奧斯卡 你們已經吃到鬼 啊 那那個誰 那那個新蓮 啊不對不對 是那個誰 啊 許子威啊不對 是那個誰 是呃 吳海 是我是我 才哥 對不對 你都猜完了呢 我這個耳朵有點耳鳴了已經 對吧 我就說吧 子威的耳朵已經不 對 我換一個 對 我記得 我是第一個進宿舍的 然後 來的是潮 我還 我還躲在那裡等著潮來著 第一個打招呼的人是我 我記得那個 我們兩個可客套了那天 誰客套 那見面就不得hello你好 你好 什麼之類的 我還假裝幫你提行李來著 幫誰提行李 這個假裝用的很到位 對對假裝假裝假裝 不是幫誰提行李 幫超 他帶了 已經已經已經拎到屋裡了 就超一個人帶了兩個巨大的箱子 然後裡面全是那種很潮的衣服 然後我們 我們每個人都帶個特別小的箱子 沒有我也帶了一大堆 我也帶了一大堆 我們來 第二題 信蓮吃辣椒比賽中 輸了之後喝了什麼 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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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樂嗎 可樂 牛奶吧 咱們那兒 對當時其實就是 那個 可樂和牛奶 牛奶 牛奶 可樂 牛奶 可樂 你應該是牛奶 因為我記得那天好像 我記得是牛奶 牛奶解辣 對 靠泉水 靠泉水 我要把張星特避麥了 靠泉水 靠泉水 你喝點水吧你 你這個名字就很符合你 這個人說 我剛想說 他叫這個名字 靠泉水 我突然就理解了 我們經常 在張星特直播的時候 把他避麥 然後他那個名字 你看我的蠟筆小吃 跟他都一樣 真不錯 他有這個 我跟你說 就是那個什么玩意兒 那個誰 他喝的就是那個可樂 還是那個 靠泉水 對好像就喝了他這個 靠操這個 靠操這個 啊 答案是水 對不對我就說吧 欸 我怎麼記得他喝的是牛奶 我也記得 多少有点功能的東西 對呀 好 我们来下一题 胡春阳Costco 哪个游戏人物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什么 那个 你们记得吗 就是那个 那个 你说在节目里面吗 啥 就是胡春阳扮演过哪个游戏人物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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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有一首歌叫阳光 什么彩虹小白马吗 我忘了 我忘了 游戏人物 是什么 是我们那个 录那个 动漫的那一期吗 录动漫那一期都不是都靠死了黑猫警长吗 我是黑猫警长 大家一起是 大家一起是 就这么一个正派就做了 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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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萌多 在那个 我们回答问题的那天晚上 你记得吗 是不是 是那个很肥壮的萌多吗 对对对 就是那个 不 那不 那只算 只算随便学了几句吧 也不算close吧 对呀 对答案 对呀 我以为我 那叫模仿过哪位 哪位动漫 哪位游戏人物的声音 纠正一下 声音 对对 好 第四题啊 有几个人做过张兴特的王座 张兴特有王座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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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stop 谁做了 就是那个大泡沫椅子 浩斯卡做了 庆年做了 大泡沫椅子 那个曲子卫也做了 我也做了 超 你没做 我没做 超 超 不屑于那个王座 那个泡沫的王座 知道就懂 懂就懂 懂的都懂 超玩的不是这些 超要做 要做其他的 我得做那种 做真的 摩天轮 大火车 你超玩的就是西海岸 玩的就是西海岸 三个 那就是 奥斯卡 信联 还有谁 我也做过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真记得我做了 我也记得我做了 我也记得我做了 泡沫 他可能 可能没看见 行 我们来下一题 啊 吴海在哪里找到了第二把钥匙 这个应该只有超知道 因为他们俩都不在 这是什么 第二把钥匙 这是你的钥匙 游戏机 对对对 完了我这个买小了 我买的不是那个 一个 第一个我不知道在哪 第一个在那个电视机的那个房间里面 第二个在游戏机上面 第三个在那个树上面 第三个在那个树上面 对 那个黄色的树 黄色的树上面 我买错了 张云特去哪了 不是我 我买错了东西了 你们先 你们先聊一下等一下 张云特你这个工作态度 张云特 张云特工作态度 业务繁忙 不行 张云特工作态度不行 不是我刚买的那个不是买的pro的 我买的是那个 我买的是那种 我买的是那种 就是买的那个小一点的那个 然后我让 好嘞 好嘞 你买的是小的 回来工作了张云特 回来工作了回来工作了 第六题 许子卫和张云特打球堵住是多少个俯卧成 20个 你得问他 问他 谁输了 20个 他张着就来 你输了吧张云特 他输了 那你那天到底做了多少个 好像是张云特 我给他打爆了 某人被虐杀 听说他被那个一个摄像大哥虐死了 没有 那摄像大哥我让他 我第一次认识他 你让他说 那个那个张云特 我说他我说句公道话 张云特打的还行 反正比我好 但是呢想打我跟庆莲肯定是两 一打二肯定是没戏 毕竟两个人能配合 他还想打一打二 对 然后呢 这个跟摄像大哥吧 我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就算是呢 我再送他一个字 就是嘴硬 我让他 我不得给他他面子吗 张云特是嘴满 没有长大 他不会输 张云特是不会输的 摄像大哥的五大三粗了 对不对 撞一下 摄像大哥确实厉害点 就很厉害 没有 那大哥 差不多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请求是 能不能让张云特再做二十个 哪里有这个请求 来吧来吧 我这里真的有 我真的有 我这个 我MC提词系上真的有 我不信 我不骗人 你那个 咱们四个应该看的都是一样的吧 哦 那个 就是那个 他让林超做二十个 没有 他说可以直播的时候再做一下吗 张云特 没有啊 我这边也有啊 我这边那个MC跟我 就给你们不一样吗 可能不一样吧 你做一下 他又改了 他说三个人都做 他们让你们 他让你们三个人都做二十个 啊 来吧张云特你做一个吧 做一个吧 做一个吧 做一个是吧 做一个做一个 一个就行了 做一个非常标准 非常标准的 非常标准的 不是这么近 就是会啊张云特 好油啊 这么玩的张云特啊 做了好多个 张云特在假做吧 就这样 张云特你直接拿那个镜头对着地板来回那个 上下 这样 做完了 你这是仰我起座吧 对啊 这哪是佛乘的 他其实是拿的手机这样 哎你怎么说 好聪明 行吧行吧 就算你做了吧 好吧 这里大家都不傻 哎 今天平安夜啊 对 今天平安夜 你看我还放了一个 祝你们三个平安夜快乐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嗯 没有没有吃吃那个吃那个什么 没有没有 我现在吃了苹果 我还没吃到 没有苹果 张云特你在干嘛 我今天长痘痘了 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因为没有送苹果 年轻年轻 我们还有一个提案 林超为什么把自己一个人 关在张兴特的房间里呢 他还做歌 他写歌是吧 对我因为我那天 提前跟张云特打个招呼 我说用一下你房间 因为他不是去那哪了吗 他去那个 他去打球来着 他去打球了 然后我看他正好不在 我就说借用一下 你总共在那个我们期间创作了几首歌呀 其实那不算少了 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整个四个半 一个小DAM 创作了十二个吧 十二个 那也挺多了 十二个八嘛 十二个八 我记得我听了一个的 怎么突然卡住了 叽叽般的尴尬 叽叽般的卡掉 没有啊 刚才是卡住了吗 是卡了 哦没有哎 其实写写歌就是这样 写歌就是 就是一节一节写 就每次都是一个片段 可能最后再 就是你先有一个灵感 然后 然后就能有多少 先有多少 先出一个片段 然后最后再往一块拼 评论区问我们徐子卫 有没有创作歌曲 就这段时间 有 我是有的 但是我做的东西吧 就是还是要为后面的 就是工作些 嗯 对要等着 要等着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徐老师要等个大的 是吧 做个大的 那不能那么说吧 不能那么说吧 每一个都大 歌吗 什么 你不是刚发的新歌吗 啊对啊 我对我在这里那个宣传 打下歌吧打下歌 今天今天刚刚发的新歌 今天的零点钟啊 就是刚过去的 没有 那我等一下 是专门的圣诞歌曲吗 呃很符合这个氛围 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球门于泰一起唱的 你要不要唱一句啊 我我就不带着唱 毕竟这是一个 就是双人合唱的歌 我一个人唱 他不在不合适啊 等一下去给你打歌啊 大家快去听一下我们新歌啊 老徐的新歌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题 奥斯卡早餐最多吃了几个鸡蛋 这个鸡蛋应该是你做的吧 对 这个这个他其实没有肯定没有数 知道吧 就是因为我们就 有一天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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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大概 就七个七八个 然后大家分着吃 分而食之 那那也不让他自己吃 那是叫叫花吗 还是叫什么 对鸡蛋炒鸡蛋吧 就是啊对炒鸡蛋 分而食之 我记得你好像给我们做了 得有三四次早餐吧 不止是吧 对主要那个鸡蛋是最好最好弄的嘛 就是咱经常特别赶了 然后比他比那个煎肉要好弄 有有反正 张星特说他很会做也没见他给我们做过呢 那我们咱们都 张星特光吃了 在战斗呢 咱还有时间吃饭啊 等我们不战斗了我给你们整一顿啊 张星特你已经说了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了 你们来我家我给你整 我一直都不知道张星特会做饭这件事情 恐怖不恐怖 大哥我做饭很强的 他说他做饭 你上网吗 我连都 咱们在一块生活了十天 我竟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这人哪 就得上网 网上都有 我这做饭那都是流传好吃的 他就得是那种 做出来你说不好吃 他硬说好吃的那种 你说不能吃 他硬说能吃 喂我做饭好不好吃 我没吃过呀 我服了我 我的天哪我工作人员吃了 他们 他们给我玩沉默这套 我真服了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下次给你们做真的很好吃 超 下次是 你做的啥 我做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番茄火锅鸡 什么 光吃浮料墙 佛跳墙 我给你跳 来张星特跳一个 我给你跳一个吧 别佛跳墙 我给你跳一个吧 佛跳墙 佛跳墙我真的服了 我跟你说我今天做的那个番茄火锅鸡 你非常的好吃 他怕是有点傻 他他他 他还说他自己说他自己给跳一个 我真的真的很好吃 好好好很好吃 就突然就放不住了 好 答案是奥斯卡最多吃了五个鸡蛋 OK 五个 好 下一题啊 谁用正确的钥匙打开了张星特的房间 林昌 我忘了 好 因为我对这种探索是 非常的好奇 对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心理的 就无论对什么事情 对 然后一看到那么一大把钥匙 哦 瞬间 然后我就跟张星特说 我来一人一半嘛 对 一人试一次 我觉得节目组对张星特不够狠 真的 节目组对我还不够狠 那个钥匙还不够多 不让我打篮球 你还打不够 啊 我出来之后 其实我跟张星特约过一两次 但是 电口都被我打爆了 上次没有约出来 然后 然后咱俩 基本上三个月之内没有机会再约了 你上次没有出来 因为 因为我那个腿 对我腿也给拉 你知道他真的太少了 瘦了 他没有 他没有大运动 然后伤到了 你知道吗 不是那天是我叫他 他没去 然后我刀都快走了 然后就是腿 那个就就肌肉 叫什么肥肠肌肥肠肌撕裂 对 真的假的 看了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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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 就说白了就是里边那个 拉断了 但是但是我没太大动 他自己断了 是这样的 老徐 我们呢 上连上年纪了 有时候就不能大动 不是 其实给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 其实有些伤病 其实就是看不到的伤病 可能会更严重一点 就像这种 就是不禁 可能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伤到了 那种那种伤 可能会很严重很严重 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 看不到的伤就没事 所以就是这个 就是因为我之前打球就是 一个简简单单的上篮 就把自己伤到了 但是那种那个伤 比我之前崴脚还要严重一点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就是 不要觉得 运动一定要拉伸 对 对对对 一定要去热身 不管做什么都要热身 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对 但是我那天其实很奇怪 就都快走了 就还有五分钟就走了 就伤了 你就应该早五分 不知道 没有人没有人碰我 对 张一特 评论区让你不要咬手指了 哎你们不会就是 闲着闲着然后就咬手指吗 不会啊 我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耍帅的时候咬手指 哈哈哈 快 林超咬一个 哎 我跟你说什么 林超 林超 快我想看 我想看 我太喜欢看林超耍帅了 快点 哎 就几乎都是这样子 对 林超快来 这样 哎 哎 林超的标志性动作 对他每次都这样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那个 那个 哎 那个raprap一来 林超的标志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no 那享受在享受 又用我的整个大脑大脑的整个细胞的享受 音乐 这样这样 调动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太喜欢国防的林超 拿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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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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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每次 我可以把林超 就是我们五个舞台的所有rap 林超剪一个合集 每次出场都 哎 等一下下来 有想要剪的那个粉丝朋友 剪一个粉丝 剪一个给他看一下 哈哈哈 他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 真的 哈哈哈 好恐怖啊 他每一次都这样 哈哈哈 这叫feel 这个个人特色 对走的就是他的感觉 哎 我的妈呀 笑死我了 OK 然后第十题啊 105度舞台 谁跑 谁需要跑的最快 你需要跑的最快 嗯 我 应该是我 啊 对我记得 我锤 我锤那个的时候 要求就是我锤完了相机过去 他就已经在那个上面 对对 但是因为他是我上一个镜头 所以留给他的时间 只有我的趴加一个锤指的动作 大概感觉只有够七八秒钟的那种感觉 对他得越过那个从舞台上下去再上去 对 对 我特别崩溃 而且我脚是 我当时是个瘸子 我特别崩溃 真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他们让张云特庄重一点 张云特不行 我戳到他的笑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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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特可能要一天 能不能 我 我 你快做个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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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进步的 会进步的 张云特一会是掘过去了 张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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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特一直溜了点毛病 张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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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劲 到 他那个祝福雨是我 是我当在想的 他这个祝福雨 陳 那 还是什么 这个什么夹心的来着 这个什么夹心的我也忘了 吃完就忘了 吃完了忘了吃完就忘了 芒果 蚝罗 水拱 不是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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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龙果 火龙果 好笑 哎呀 仿佛没有吃是吗 对仿佛没有吃 主要是那天被never stop的5吓到了吧 没有 那天被那个节目组准备的那个仪式尬到了 就是那个 我那天那个 那个怕我一直拧不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没有一个人拧开 只有奥斯卡拧开了 我曾给拧开了 对奥斯卡一个帮我们所有人都给弄开了 而拧了一分钟 他进来之后 他都呼 就是因为我站在那个门 站在那个门后面了嘛 虚虚一直没有发现我 然后结果他都走到你们面前了 但我还在后面拧 拧不开 拧不开 我从来没拧过那个 子卫你那天有想到吗 你那天有猜到吗 没有 完全没猜到 我只是觉得有点乖 我好像觉得那天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然后呢 就这个节目组找我有事要聊聊 然后呢 在开门的一瞬间 就是我的那个脑子识别出来那个桶的一瞬间 我就反应过来了 对对对 其实那天最开始的设计特别 特别狗血 就是整个设计是我们要把你 要把你弄得特别 不高兴 然后或者是要 因为那天很多舞嘛 然后就是 就是就希望我们让你开始有一点点觉得跳舞很难 然后很很失落 然后最后让你很开心 结果整场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搞起氛围来 就只能最后那一下了 就是我要是真的因为跳舞觉得难过了 那大家最后也得跟着一块难过 张星特你在干嘛 张星特又喝水去了 喝口水 你可不可以把手机摆到一个地方 然后好好的 没有我在我在工作 我一直在工作 我就是工作很认真的 我很认真工作 答案是火龙果 是火龙果 是火龙果 耶耶耶耶耶耶 是不是 你知道我是怎么试出来的吗 因为蛋糕总共就那几种夹心 芒果 火龙果 然后 黄桃 好和力 好和力 对 或者还有抹茶 总共就那几种夹心 随便 你撒网式钓鱼 嗯 对 这是最后一题吗 嗯 哎 你们就是我们整个录制期间 你们觉得最 最最最最最最难忘的一件事 或者是最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们觉得 就整个舞台 就整个舞台 几个舞台最怕的一件事 我我我我还 你要说怕 我还觉得那个蹦床太可怕 哈哈哈 你现在还会去玩吗 如果结束之后 你们还会去玩这个蹦床 我去我去玩 我也会有心理 蹦床是真挺可怕的 蹦床 我说实话 我那个脖子啊 我之后就感觉我很害怕 我真的 我当天我就跟你说了 我说你躺那你指指指抬头能不能抬起来 还不起来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碰床把我的头给蹦破了 你知道吗 真的吗 就这里 流浓了 啊 啊 到现在这个包还还在有有有有有一点点 就这里 因为 他会一直摩擦那个尼龙绳 啊 啊 很可怕 那个特别硬 真的就是 我记得张琴的背上很多那个红 红血丝血印 那个大家应该都有 那个大家应该都有 嗯 我的当时就是有点脑震荡 就下床咯噔一下 是录制的有一下 把那个把我吓到了 你记得吗 你录制你 哦 就我飞起来 你飞起来 你飞起来 真的就是 对我说我再我再讲一遍我的主观感受 我想就这一次 没事 拼了 反正就这两天熬一熬就过去了 对 过去下落地的一瞬间我闭眼 再一睁眼我的天上 不是 我们的我们的客观视角是 你360度在街上滚了一圈 然后掉下来 啊对对对 对对对 林超呢 就是 嗯 你有没有什么觉得 我们录录过五个舞台 你们 你觉得哪一个瞬间 比较难忘的 或比较 每一个瞬间都很难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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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哥们挑战的就是极限 但是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还蛮极限的 对这个 总共10天时间吧就是 还是 就尤其是对我这个不太行的对吧 还底下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就主要我 10天六个舞台你想想哇真的我想都不敢想跟你说 加上自己 哇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OK 啊我们现在要看要进行第二个环节叫观看舞台reaction 然后我们现在要连麦观博一起看一下抹香精的舞台 我们刚说完抹香精抹香精的舞台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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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你是谁啊 他是百事TV 他是百事TV 哦 这大头影 这这 这就是我们百事TV 对对对 Logo 百事TV卡住了是吗 你是 那既然卡住了 哦 张星策是不太还没说的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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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要这么看 这太小了 张星策小子明白啊 张星策小子明白 张星策小子明白 张星策是手持啊 我们都是起起架是吧 我觉得我这个舞台是我最喜欢的舞台 就是这六个里面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舞台 是吧 我觉得就是我付出了很多 然后得到的回报 看到 就是很 很那个 哇 哇 好帅 对 还没来 我 是 我 一 是 你 你看我穿我的表里不一 是我眼神对你的我去许 这幅海 照顾想象你久 随 你居住 是蓝色的回忆 是 人情的我 想见 独特的评论 吸引 爱情 好 好 一个人的 裤盘总是 故习 只要的 我其实这个时候我在看 我在看张星策的反应 你知道吗 我一猜猜就在这样 你怎么不给别人鼓掌呢 来了来了 张星策怎么不倒啊 卡了 卡了 这么甜美给我卡没了 卡住了 有哪瞬间没有 有哪瞬间呢 有哪瞬间呢 足了 这里足了 百世纪杯我们可以再开一次吗 我摆啊 张星策绝美瞬间 卡了哥 啊 怎么卡了呀 一直卡是吧 看不到画面了 我也看不到画面 凌晨要坏凌晨要rap了 声音也没了 哎呀 快到快到你rap了 我可以表演他rap 画面 画面彻底卡住了 还是卡着的哥 点点 重新放 没有用的 我这张是一直都看不到了 那个画面 完了 直播是故了 来张星策给大家 给大家那个 活了活了一下气氛 哎呦 我怎么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 星星上树 还是来个 行行行 可以啊可以 给大家来个什么 给大家表演一个吧 大家给来个什么 来吧 来吧 来个你的结尾瞬间 哎不是咱那个 电场岛 哎哎那个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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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姐你把那个手机给我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我的话语在一边可以 我打刚才我就想说 我就想说奥斯卡这个镜头 比他现实里要青色很多 他这个真的好帅 他这个造型其实和他平时都不太一样 太帅了 很青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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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你倒了多少次 三次 对对把最成功的一遍放上来 啊 其实我们都是最成功的一遍 对 我跟张跟特打的都不好 我就变倒的也是最好的 你跟 我反正你们都都都 都不错 就是比我倒的好 我比张跟特好一点 就现在 近年这一段真的练了很久 我舍他 对 不论了练这个中文 我前几天还见了 他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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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干啥 哎马慌了 这个名称说没有rap啊 哎 有 有 你看你有rap吗 但我这个有关的rap 其实还没有 来了来了来了 是有吧 挺不尽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你的rap 很冷静 最后有最后有吧 后面 你是最后 by captain bridge 这个地方 Rage 啊 是合唱的rap是吗 不错 开导 来了 开导了 这个导完先奥斯卡导 奥斯卡这个琴 奥斯卡的刘海飞起来 飞起来 我忘了 我也忘了 我也忘了 林超这个这个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 林超在这个舞台之前 他都是把额头露出来 对不对 然后这个舞台 我看到他就 对 放下来了 其实我觉得你放下来 真的也挺好看 他可以在一种 风格完全不一样 哎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那个什么 有一次他把那个 就是那个整个头套 套在那个头上 那个照片我还没发呢 我准备明天 对就是那个 然后他再把那个头套拿下来的时候 头发竟然一点都没有坏 一点都没有坏 我超羡慕 给你哦 那得感谢道成师 OK 感谢百事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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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大家想看我们 抹香精的回放和以前的节目 可以去百事TV 然后去看我们的最好的舞台 包括明天也有我们最好的舞台 好 他只是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哎 走了呀 他就给我们看一个舞台 对对对 就明天有有新的要 就他们还要看 我们先看一个啊 好 有时候明天的舞台是什么呢 明天的舞台应该是 是一首比较有中国风的感觉 哎 OK 好 大家期待一下 嗯对 好我们现在要 这边要让我们分享一下 蹦床的时候 你们你们第一次蹦的时候怕吗 没有没有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在蹦之前一直都觉得那个 嗯 好玩 好玩 对我我因为我 就比如说我们开始蹦的时候 我觉得呃 我 然后 超 然后清莲 我们三个其实掌握的相对要快一点 对吧 然后因为我看到后面包括星特也摔了好几次 就摔过之后有 因为摔过之后会比较怕这个东西吗 啊 后面是怎么克服的呢 特别是想问一下星特和子卫 因为后面 我们节目里面也看到了 你们有摔过 然后 因为很疼 所以有有点害怕的感觉 你们是怎么克服这个东西呢 嗯 没 其实其实克服就是 这个东西吧 很容易恶性循环 就是你越怕 你越摔 嗯 但是吧 你钱一上来 你因为不是特别有经验 你已经摔疼了 你肯定会怕 嗯 就后面就变成一直在摔 一直在摔了 星特呢 怎么克服呢 嗯 就是即便疼 也让自己 就不管了 就得往上 就不管了 反而有可能会好一些 也只是一时的而已 不不不不 当天是一时的 第二天是永恒的 对 特特呢 我呀 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 哎呀 其实我还蛮 就是前面啊 前面就别的害怕 但是后面 其实我还蛮感谢大家的 因为大家就是 因为你是第一个嘛 对 你是三位的第一个 啊 我们就是因为我倒不下去 因为我是第一个 如果我倒不好 又要重重来嘛 嗯 就是那 其实我前面还好 前面其实倒这么多次 我都无所谓 嗯 然后就是摔这么多次 也还好 但就是最后一次 让我最最崩溃 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崩溃 就我露台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 然后换了一个床 对 因为所有人都在等我 你知道吗 就让我很崩溃 然后因为我那个镜头 它是可以卡到后面 就有人 他们要陪我一起等 然后我又倒不下去 嗯 然后我那次唯一一次就是 就是大家看到这次 我倒的好的这次是我 就是我不管的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这样吧 老师跟我说放松啊 那又行的就放松 然后弹到 就是弹到那个蹦床上面 弹起来那一下 然后用力往上走 然后就感受 就是想到那个感觉 就是倒下去 弹起来 然后没想到就成功了 所以就是尽量放松 只要放松了就好 其实你知道 他缺一个人 跟他就是 就是滚筋 就是说你肯定不行 然后激发他那个 嘴硬的那个 他可能就是 你肯定不行 通常是我干这种事 好 然后你们觉得 整个蹦床 谁掌握的最好 其实 庆莲 应该庆莲 应该庆莲 他确实很适合我 因为 他说他以前也玩过 他 我觉得他倒的是最自然的 应该是 嗯 他起来那个太帅了 我的天哪 他的手是 插头的 这样的 不是 他起来太情绪的 你知道吗 你们还记得一件事情吗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里面 给我们的观众做过一次礼物的 有啊 对 对 但我们现在不能说我们做了什么 嗯 你们可以稍微 透露一点点 你大概是什么东西 不能说是什么 是可以透露一点 我们做的东西 是怎么形容一下 都可以用一个词 我们用我们用到了枪 枪啊 林超用一个词形容一下 对 安静 安静 好 特特你用一个词形容一下 你做的那个礼物 我们用到很多东西 好 我们 我觉得我的话就是五颜六色 应该是吧 五颜六色的 对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做了不同的 不同的风格 然后应该是带有自己的感觉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今天呢 会抽 抽这个礼物给一些喜欢我们的朋友 一直关注我们百事TV 一直关注我们最好的舞台的 然后我们邀请粉丝一起进入百事TVAPP 本期热聊间发送弹幕 然后我们将随机截图 各抽取一位粉丝送上明天的惊喜 我们要自己想一个口号 然后我们粉丝朋友和观众朋友会打在弹幕上 你们可以想一个你们自己的口号 就比如说 呃 超棒 或者这几个字 或者是 紫薇一直唱下去 就这种话 嗯 那你们可以想一下你们自己的 你们想一下你们自己的 可以是几个字 特特先来吧 张云特 就张云特吧 三个字是吗 嗯 好 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张云特 换一个 你说 就 我换一个比较好打一点吗 张云特不好打 啊 就 要不就最好的舞台吧 好 最好的舞台是吧 最好的舞台 这几个字 我们要打到百事TV的热聊间里面 然后我们会工作人员会截屏 然后抽取一位 这是张云特送出的他的惊喜礼物 好 那由张云特来数量好不好 好 热聊间是那个他们就是 在百事TV里面是吗 对 在百事TV那个 对 大家先打开百事TV 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 是在百事TV的热聊间 最好的舞台热聊间 百事TV最好的舞台热聊间 然后我们打出最好的舞台五个字 然后由张云特数五秒 最后截屏的最后一名 我们将送出张云特的这个礼物 好吗 给大家一点时间 截屏的最后一名 对就是截屏的最后一位 截屏的最后一位 5 好 4 4 3 2 1 OK 截屏 好了吗 OK 已经截好了 哎 是我这边截吗 张云特你那边截了吗 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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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来念一下吧 是谁啊 对 截屏的最后一位 嗯 等我一下 嗯 是哪三个 是哪几个 是一位吧 是这一位是吧 对一位 是会员7226 OK 恭喜会员7226 然后你将获得张云特在最好的舞台送的 会员7226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是谁 那记住了722的心态树倒了 OK 那我们子卫 你来吧 我 你要打哪几个子 我 我打什么呢 打什么呢 有没有建有没有有没有建议 你要打个徐子卫舞王吧 好尴尬呀 这个我 他们他们说要打压出来有一些尴尬啊 压着我 行吧 或者压着我一直唱下去也可以 看看大家心情 打哪个都行 打哪个都行 那你要你要定一个吧 嗯 你定一个吧 你定一个 从你那边接哦 我定一个唱下去吧 唱下去 唱下去 我们就说唱下去就好了 好 三个字啊 然后你在那边 哎 这个热聊间是这个VOL 是 是 嗯 你只要能看到四个 那就应该是 对这个这个 啊 哎 不对啊 我感觉我这个 打开以后时间不太对啊 那要不我来帮你接 可以啊 好行那你来数我来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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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走 好 我们 恭喜会员 1056 哎 1056 好 1056 对1056 你想打个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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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我的天哪 来了 我今天说一下 因为就是大家可以不用在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面刷就是我们的那个口令 对 因为就是呃 我们的节评不是在我们四个人的直播间里面结的 对 对 所以是在那个最好的舞台 那个 那个 对 百事TV最好的舞台那个节目里面 对大家可以去那里面刷 对 热聊天 我们是不会 发一些我们的礼物的 而且我们四个人做礼物都做的很细心 是的 大家可以不用 大家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张什么签名照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当然签名也会有 但是这真的是我们五个人精心 呸 我们七个人精心做的一个画 我平均大家都做了差不多四十分我感觉 对 都是自己一点一点给他粘上去的 是的 对 他真的很很难弄 很难弄 都是自己大家 都是大家的倡议 对 所以现在我要接了 来 你要说什么 一小时倒计时 来 50 59分 来来 可不可以 我说 很简单的四个字 十天极限 十天极限 OK 在百事TV热聊间的朋友们现在打出十天极限四个字 然后由我们抄抄倒数五秒 我们将截屏取最后一个 你来接还是我来接 抄抄 我来接吧 OK 自己来吧 不说了 我去抢灵超的礼物 我也要去抢灵超的礼物了 我那个其实很很简单的 其实我那其实很简单的是一些该有的点都有 OK你来 他这个会员是那个手机尾号 2 2 1 OK OK 你来公布一下 我来公布一下抽取一位 然后是会员2723 恭喜会员2723 你将获得我们抄抄在最好的舞台里面精心做的一个礼物 我来想想你这个编码 你也做了蛮多的 好 那我们那最后一个我来吧 好最后一个我来打一个 秋天的回忆好吧 秋天的回忆五个字 秋天的回忆 然后我们要在百事TV热聊间最好的舞台里面 嗯 稍等一下 秋天的回忆 好稍等一下 都进去吗 你们那边蹬的进去吗 他们在打吗 你能看到吗 嗯 他们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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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这边 好像出了点问题 姐你那边能看到吗 你如果能看到你帮我结一下 我帮你结一下 可以啊 我家有WiFi吗 我家WiFi老虎 超超你那边能结吗 超年的我这行了 啊 啊 我这还是上一个 我这还是上一个 他一直卡住了 卡住了 热聊天卡住了 哎 所以你们那边看那个 我们四个人的布局 是WiFi在左上 我在右上 对 我在 我在右下 抄在左下 抄在 抄在我右上 抄在我右上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那就是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每个人应该都是在左上吧 每个人自己都在左上 不停的变换 我在右上 啊 对我刚才还给张兴特这个脑袋还比叶 结果发现 想一下搞不好是只有我自己这能看到 抄 你生日是多久 我生日啊 1月9 1月9号 快了 差不多吧 快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人有人在提你生日 1月9号 张兴特有什么意思 你说吧张兴特也快了是吧 还有一段时间吧张兴特 快 张兴特今年过生日怎么说请我吗 啊 他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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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会的 他不会的 有上司那次他就不会的 我知道 2月11张云特 是我 是你生日吧2月11 那你这 别人1月9都没说话 你2月11急啥呀 你敢信吗 你敢信吗 就是我从小到大 还没有收到过朋友 送我的生日礼物 去年我们对你的祝福 不算生日礼物是吗 不是我认真的 我说我从小到大 反正就是我 就是当歌手之前 就都没有收到过礼物 你的意思 你现在在这里说的意思 让我们很难堪 就是懂了吧 就是 就是 张云特的意思是 吴海你的礼物 不是还没有送出去吗 你把你的礼物给他 是我现在有朋友了 礼物也就自然来了 很多人都不想 都不想 大家都不想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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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干嘛 二月十一早上起来,你等着收礼物,好吧? 好,等着收礼物,好,我给你买一个小发卡,给你个大体发子,超超,他们问你,你有生日直播吗? 那应该可能不会有吧,其实我今天本来打算办生日会了,因为好久没有,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办过,对,然后后来结果就是因为,哎,因为疫情的种种原因,然后场馆, 都开不了,对,因为场馆肯定是想要是选大一点的嘛,但是大的场馆都开不了,然后后来就没有打气,特别难,好的,算了,但是生日还会做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透露吗? 我之前还想,我之前想过生日去种树,结果好像冬天并不能种树,也怕,会活不了,是吗? 对,因为你想想就是,因为20是弱冠之年嘛,是的 对,然后21是一个弱冠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然后就想要以一棵树来代表,代表什么,对,比如说我可以等 31,41,51,61的时候都去看看那棵树,然后每天都可以去看看那棵树,然后去给它浇水,然后一点一点就是互相陪着对方成长 我现在发现超超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想法的人,真的 哎,我觉得也是,从他的那个,就是喷话上来看,就是,对,有一些见解 我说实话,我们,我进这个最好的舞台,然后之前,我不是知道了有一些名单吗,然后我看到了超,然后就他们问我,你最怕跟谁相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超,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什么,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就是,嗯,超这人吧,看上去特别,特别高冷,然后就,就有点,有点不好相处的感觉,然后你又唱rap嘛,然后你知道我们对rapper的有时候那个感觉就是,rapper有时候有点疏远,但是没想到这边是这样的啊,没想到这边是这样的啊,不是rapper,请教我,怎么说呢,如果非要强加一个的话,强加一个的话,就叫我,就叫我音乐人吧,好,音乐人,哈哈哈,我超是音乐人,哈哈哈,而且, 我们老觉得你,因为你出来很早,然后我们就老,其实我都不知道你比我,你比我还小了,就我们老觉得你出来很早嘛,所以就有这种 其实,对,因为其实我之前是唱vocal的,然后今年,年,今年下半年才开始学习的rap,嗯,嗯,其实也,并不是算一个,对,就是很懂啊,是,你是音乐人,多少懂点,多少懂点,嗯,多少懂点,嗯,多少懂点,嗯,多少懂点,啊, 好,他们说这个可能是我们那边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我们可以先跳到下一个环节,今天是什么日子,便宜,便宜,OK,那我们像我们喜欢我们的,和一直在看最好的舞台的,和一直追你们的朋友们,说一下你们的祝福吧,超,你先吧,便宜的祝福啊,对,嗯, 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有时候比较爱回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爱回忆一些有的没的,是,对,就是,你们有没有小的时候,会收到,就是比如说同学送的平安果,嗯, 嗯,对,但是,有,有些同学会送平安橙,什么东西啊,橙子吗,就是好像,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互相,就好像是苹果的一个另一个衍生品,嗯,对,可能是卖家为了多卖钱吧,我也不知道,对,可能就是平安果太泛滥了,嗯,所以就是搞一些别出心意的东西,嗯,嗯, 嗯,所以,嗯,我觉得每一个节日都会,都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嗯,对,就不要辜负了这一天,嗯,虽然,这个节日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对,嗯,但是,也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节日嘛,对,大家可以借着这个节日放松一下自己,嗯,嗯,嗯,所以超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节日呢, 做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放松,其实开心就好,对吧,我跟你们三个直播这里很有意义,嗯,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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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le, può呢, 尤其是明年的圣诞,哎,轩子会怎么, specialists少了一个人啊,完了,完了,还掉了,我来, 他想换个位置 他换到右下角了 我掉了 我掉了 我还没有说完 你还没说完呢 尤其是明天会更有意义 不仅是圣诞节 而且是三国恋 是的 明天是我们最后一个舞台的播出 应该是这么说 最后一个舞台了 最后一个合作的舞台 也不是最后一座 今年最后一座合作的舞台 严谨 拿捏住了 OK 特特对大家喜欢你的人 和喜欢最好的舞台的 所有朋友们有什么祝福吗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 那 哎呀 就是整点正常人说的话 算了也不是了 正常的就是 我因为就是 因为我说实话之前 好像真的是没有人 给我送过平安 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过过 像这种节日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生日 我就没有跟朋友过过 然后就是 现在就是蛮开心的 因为 这是应该也是第一次 平安夜有人陪我一起吧 就是跟你们直播嘛 还有我的工作人员 能陪我一起吃饭 然后就是 因为我自己快生日了 就是还蛮期待那天 因为我不是在催礼 我真没有 就是感觉就是 就是 终于有人 就是知道 上一套生日 然后会可能 可能会送礼物啊 或者什么的 就因为以前 我生日就是 真的是没有人送过礼物 然后也没有人 给我过祝福 OK 然后就是 就觉得现在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今天 就是平安夜 其实跟你们三个 一起联伴 然后跟工作人员 吃个饭 我觉得也蛮开心的 然后还有 现在就是很多人 会在 就是发个微博 然后下面就很多人 会给予回应 这种感觉 就是有回应的感觉 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感觉 还蛮蛮蛮好的 真的蛮好的 嗯 你的路会越来越宽的 你知道路宽 代表什么吗 路宽 代表陪你走的人 越来越多 是 OK 我一直想说 他好会讲 好久没有听林超 说这种话了 好久没有听林超 说这种话了 可喜欢 那张星策呢 就是很开心 能够有这么多 新的朋友是吧 对 就是很感谢你们 希望你可以多 就是继续支持我们 然后就是多听听 我们的作品吧 对 希望就是一直在看 最好的舞台 和一直在支持 张星策的朋友们 也可以继续听我们的歌 继续看我们的作品 嗯 然后张星的生日 生日是2月11号 各位朋友们记住一下 2月11号 大家可以记住一下 来 张星策 送礼物 张星策 张星策 你这生日 不考个211 是不是说不过 哎 哎 是是是 张星策不要啃手指 学长在向你交手 学长 你快点 你有什么要对你粉丝说 你快点 你快点 来 小老徐 好 好 那个平安夜啊 平安夜 对 像刚才那个超说的 本不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节日 但是呢 他呃 是一个大家 就是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 希望的一个体现 对吧 就是大家在这一天 还有一个契机 可以凑在一起 来过来一个特别 那就是 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气氛 其实就是大家 一直想要的一个东西 那也希望 今天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吧 和自己的好朋友们 啊 在一起 然后度过一个愉快的平安夜 然后对对 我顺手在宣传一下啊 记得来听 那个我跟乔本于泰的那个新歌啊 很有圣诞节的那个味道 嗯 嗯 对 好的 谢谢 带着自己的歌声 哎 我们子卫呢 也刚刚发了 有带有圣诞感觉的一首新歌 大家可以去子卫那边多听一下 然后也希望大家一直支持 子卫啊 他是一个非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 好 然后我也说了那么多了 也没有什么 就大家都说的差不多了 其实我我就觉得大家平平安安的就就挺好的 我希望明年来年还能跟大家一起过 不只是这个节日是之后的每一个节日 不管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国际的节日 我觉得都是可以一起去分享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打个电话给家里人 然后给爸爸妈妈呀 给亲戚朋友 其实有时候有些话可能在平时说不出来 但是在这种比较有节日氛围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说出来的 特别是跟自己的父母 不要只看到旁边的跟你一起工作的这些天天见的人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更多的话是没有跟父母讲的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其实大家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就是我们可能很少跟父母交流关于这么多节日的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事情还不如给大家打个电话 对吧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最好的舞台 好 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抽奖的环节 因为不是最后的奖没抽出来吗 我们可以直接在 我们可以直接在微博这个地方抽这个奖 还是打出刚才的那个的话 我们刚才说什么 秋 呃 回忆秋天 秋天的回忆 秋天的回忆 我们直接在微博上 然后截屏 然后送出我的这个礼物 好 准备秋天的回忆 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的最后一个礼物 好 三 二 一 OK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选最后一个 恭喜 KKKK IYOI 这个网友获得我们仅仅的最后一份礼物 然后等一下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官博是吧 恭喜 恭喜恭喜 超超的也要重抽是吗 哦 超超你的要重抽 啊 我要重新抽 对 你直接在微博上抽 应该是那个系统上也出了一点问题 你在微博上重抽 哦 直接在微博上抽 对对对 嗯 OK 直接在微博上抽 然后 我先说个事 你一说 对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 没有 没有仔细听 是因为我手机只有2%的电了 马上就没电了 我突然发现 没事 没事 所以就是刚才 没认真听 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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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现在抽 你还是那个字吗 还是你要换 还是那个字 十天极限 OK OK 来 三 二 二 一 一 OK 恭喜这个 妮妮特特特可爱 哦 有 有 有 张兴特的粉丝 特特特特可爱 恭喜这个妮妮特特特可爱 恭喜你将获得超超的送出的礼物 有关系 都是一样的 哎 你们两个有没有关注凌超 关注了呀 你们关注凌超是吧 他关注你了吗 我不知道哎 没有吧 等会我看一下 你看 我关注了凌超 对不起 我关注了凌超到现在 然后前两天我发现他没有关注 我把曲关了 然后我刚刚又给关注关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发现 我这样的报道这个事情 我这样的报道这个事情 极其报道 对不起对不起 果然 果然这种事就得让张兴特来说 对对对 我们不好意思 对不起 没有注意到我帮正义发声 帮正义发声 好 然后今天没有抽到礼物的朋友们也不要难过 因为明天还有三位小伙伴也会在百事TV热聊间抽出他们的三份礼物 大家可以明天也去多互动互动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我们四位的这个秋日限定告别会也差不多到时间了 然后明天呢我们的另外三位 大家也知道是哪三位了 是的 另外三位也会继续在我们的微博和继续在我们的 应该是在我们的百事直播间给大家抽 对百事TV的热聊间给大家抽 然后明天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百事TV的热聊间 然后抽出最后的三份礼物 大家最后还有什么话吗 那个听见刚才 听见刚才那个海哥说的那个 对吧给父母打电话的事了吗 张兴特一会下波给我打个电话 哈哈哈 那请问您是 您是 不是 占便宜 占便宜随便 占着份就行了 打一个了 知道吗 这两天老想了 你快点打个电话过来啊 别让我惦记着 听到没有 后早我没有意思 听话啊 我来天哪这种人 我告诉你这种人 这种人就应该给他闭了 行那我们今天其实直播直播的内容已经结束了 对对对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随便说 齐紫薇有什么梗 什么梗 哪有梗 让我给他打电话 梗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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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梗 但是我现在的 你说吧 我请你 我请你行不行 我请你 就是有一些 你人出来就行行吗 就是有一些 那个东西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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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过来 对 他还在就是过审 对 本人现在就是两两方 算了这个事 这个事就是讲讲解就是 中间会有会有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东西没有 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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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过审 不是没有过审就是 就是互相说双方两方公司之间的东西 然后就是有一些合同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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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不能跟你们说 然后就是 他自己现在就是 得了 我们请你 行 你人出来就行 对等我 但是下周基本上就OK了 下周 那行 那下周你请 下周本人就直接摇身一遍 就好了 下周我就不在了 别说这种话 下周我就不在不在这了 哈哈 行吧等你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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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随时约 北京北京 行 那我们就等着那个林超在约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 音乐 你什么时候在北京 我什么时候在 我我们现在就在北京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就在 哎 啊 啊 徐在吗 我在我一直在 看就是你 就是你林超 林超说他不在 他不在他现在不在 我在我在我在北京 但是 你是在非在对吧 我懂 那要是 那你们要是愿意请我的话 那我也是没有关系的咯 哦 变了是吧 变我们 那 那 那你不还得再等等吧 等等时间 等等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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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时间来 见证 那个同志们 我我得先溜了 我还有下一场要赶 喝 啊 不好意思 我要忙啊 我 我去赶紧去找郁太了啊 因为我们今天要搞播宣传 好吧 啊 感谢你们感谢大家 好大家也关注我们老徐的新歌 拜拜 主要主要关注明天我们的那个 最后一个舞台 是的 明天在白石TV 拜拜 那我是六啊 谢谢大家 一会见 我我那边见了 拜拜 忙呀 忙呀忙呀 行了 那我们 那我们这边一关 然后让他们去看一下老徐吧 差不多了我们这边也差不多了 大家多去看看老徐吧 对吧 对吧 等我 等你 等我 这周虽然不行 但是 之后 对 下周 我的我的涮羊肉等你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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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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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走了哈 OK 拜拜 都走了 全世界都不見了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對 我也要再見了 我不能走嗎 我不可以走嗎 我今天MC很累耶 MC今天真的就是 非常的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 非常的用心 整個就是剛剛拿到詞 就要開始說 是不是 大家今天也在過節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快快樂樂 順利的過完今年 明年也可以平平安安 快快樂樂 再烙一個小時 烙不動了 真的烙不動了 我們會繼續再播的 也希望大家會繼續關注 我們的最好的舞台 明天也是最後一期的播出了 OK 那我們 再過三分鐘 我們就下播好吧 湊 湊一個整數 十點十五分 我們就下了 謝謝大家一直關注 平安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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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睡早起 明天 明天上班嗎 大家明天應該不上班 明天是中午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平安夜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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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多喝水 我真的得喝喝水了一會兒 好久沒說這麼多話了 我們之後 就是說了好的話 感覺剛才 糊糊 糊糊來了嗎 回家過年 對 大家也回去過年 你說糊糊嗎 對 他在這 這是我自己種的胡蘿蔔 當MC挺好的 安靜了 是的 糊糊被你壓扁 他不會壓扁的 他非常厲害 卸妝睡覺 真的是 明天還有 明天還有上課 是不是生病 沒有生病 話說太多了 現在說不出話了 10點半也是整數 10點15也是整數 5也是整數 寶貝之家都在嗎 不在 只有我一個人 咕咕丹丹 咕咕丹丹 明天考研 對 明天好像是要考研 所以明天要考研的朋友 加油 祝你們努力上岸 不冷 家裡面是有暖氣的 吃蘋果了嗎 還沒來得及吃 最後一分鐘 有什麼話可以 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可以問一下 能看到就回答一下你們吧 記得視頻 好的 項鍊上什麼是 這個綠色 感覺有點聖誕節的感覺 所以我就戴了這個 晚安晚安 穿 袖子好吃嗎 袖子好好吃 聖誕快樂 跨年直播 天哪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來長沙 現在就想去長沙 睡覺吧 OK 看雪了嗎 今天北京沒有下雪 但北京巨冷無比 巨冷無比 想喝五海做的咖啡 有機會 深圳見 好的 深圳見 時間到了喲 那我們就拜拜了 然後 請大家明天繼續關注我們最好的舞台 最後一個舞台的播出 然後 想要禮物的朋友也可以進 百時TV的熱聊間 然後也可以抽出剩下的三個禮物 所以 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